大家好,我是Dane 女团50-50的第二期成员已确定 将在9月份回归 6月14号,所属公司Attract声明 为了新的飞跃 我们进行了非公开选拔新成员的试镜 结果在今年4月 最终确定了4位新成员 50-50将包括原成员Kina在内 以5人组合的形式重新出发 所属公司接着表示 我们知道很多人都在期待 50-50的最新消息汉回归 但为了确保专辑制作的品质 以及全球营销的充分准备 这些延期都是不可避免的 为了展示更高水准的形象 我们将原定于6月的回归 延后至9月 50-50在2022年11月出道 去年凭借Qpid 在皮尔博主的主要榜单 他摆上拿下了17位 刷新了多项K-POP女团的记录 但很快就与搜索公司引起了合约纠纷 未能进行正常的打歌活动 Attract已对The Give Us和50-50之前的成员们 进行了法律应对 我们来看一下香港网友们的反应 5人组刚刚好 6月中旬了没有任何消息 所以一直很想知道进展情况 原来是9月回归呀 品质真的很重要 这也是推迟的原因吧 加油 希望在回归之前 能逐步分享成员确定过程的点滴 对5人组合的故事真的很好奇 确定了真是太好了 夏天有奥运会 应该会在9月初回归吧 Qpid大火之前也有很多好听的歌曲 也没过多久 所以重新都录制一遍也不错 非常期待5人组合的50-50 下一个消息是 6月13号 在首尔蚕市综合运动场 举行了旁摊酸原胆出道 11周年的纪念活动 当天来自日本 中国 泰国 美国 法国等世界各地的阿弥们 展示了他们收集的周边产品 并以兴奋的心情拍照留念 尽情享受了这场庆典 而在这场活动中 竟然还进行了免费拥抱活动 与1000名粉丝们一一拥抱 营造了温暖的氛围 不过 因为一些无理的粉丝们 试图亲吻金的脸颊而引发了争议 在公开的影片和照片中可以看到 当一些粉丝试图亲吻金的脸颊时 金友迅速避看 也能看到一位女性试图拥抱金的脖子 并亲吻她的脸颊 看到这一幕的网友们表示非常愤怒 认为这是明显的性骚扰 也有人建议 应该确定这些人的身份 并提起诉讼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疯了吗 明目张胆的被拍摄时还这么做 真是有病 应该要恋入黑名单 看起来年纪也不小了 竟然还这么不理智 这两个人把有意义的活动 变成了受到指责的活动 真的应该反省 如果今天是男性粉丝 对女爱豆做了这样的事情 立即被逮捕应该也是可能的吧 明明知道 其实怀着好意进行的活动 这两个人却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而做出这样的事情 真的是很不要脸 对于非常无理的两位粉丝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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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